鞋子搭配,矮个子能穿平底鞋吗?千万不要灰心,学会这几个技巧平底鞋,也有高跟鞋的显高效果,看起来更好看,穿起来更舒服的平底鞋但谁也不能拒绝。 鞋子怎么选?一肩头鞋下图对比,肩头鞋自圆头鞋显腿长,最重要的是肩头鞋延长腿部比例,拉长在视觉上的身高比例,不过时时乱式的说,圆头鞋更适合脚宽的小仙女,穿起来更舒服。 肩头鞋搭配白色裙子仙气十足,更加优雅,全身黑白搭配简约大气,爱国人刺绣肩头鞋搭配四边九分牛仔裤,更是很有一种特殊的魅力。 全身搭配靠一双鞋点亮,很是喜欢,当然如果小仙女喜欢高跟鞋,一双肩头又是温口的鞋那就更不用说了,显高又有气质。 二进肤色鞋子裸色,进肤色,小麦色都是比较浅的颜色,这些颜色即使是平底鞋也能显高,浅色搭配像是和腿连在一起,形成腿和脚一体的视觉感。 自然不会矮了呀,夏天端裤搭配洛色尖头鞋不仅鞋腿长更加来凉爽,三角面露肤越多越显高同样的身高。 伸口鞋和浅口鞋对比,很明显露肤更多的更清爽显高。 极高腰肌线才是是显腿长的搭配宝则。 穿搭平底鞋更应该这样,矮个子平底鞋搭配的时候突出腰线制造出大长腿的既视感。 四款式简直近几年一直流行的绑带鞋并不适合矮个子小仙女们搭配。 没有新长的腿我们,还是不要尝试的好。 款式越简洁搭配起来更显高更有高级感。 肩头鞋搭配阔腿裤腿长两米不是梦? 鞋子怎么搭配? 乌裤长裙长你的身高不光和鞋子有关,和裤子的强度也有关系。 夏季式的冒风让你显瘦又显高,裤子太长有种把身高压低的感觉。 把最线细的脚踝露出来,才是搭配的正解。 九分裤加运动鞋轻松打造舒适的运动风。 任何年龄都能轻松驾驭,颜色对了青春有活力,不会搭配。 最简单的小白鞋一样个性,六T高腰线你不是腿短,只是它配比例不对,腰线越高腿越长。 打造胸下全是腿的比例让你轻松高高高,裤子裙子高腰搭配都能显高。 但是记住上面的裤子的长度,裙子通融,七下半身同色系搭配马上立秋了,立秋后天气就开始慢慢变凉了。 没办法露肤或者穿短裤,怎么穿平底鞋。 白裤子加小白鞋,黑裤加黑色短靴,看似简单的搭配都暗藏搭配小心机。 同色系搭配满屏都是大长腿。 看完这七个平底鞋搭配技巧,你踩过哪些雷区,该正确搭配技巧。 以后再也不用担心,穿不了平底鞋了。